廖先生在107年的5月11日 經由他的兒子得知他所使用的行動電話 召本署指揮調官實施婚訓檢查 他的一個來源我們在情緒中有序名就是正信被告 正信被告有跟他講說 你爸爸嘴巴很大 被人家監聽 那所以呢 曜星被告得知之後呢 他就巡管到希望能夠停止相關的通信檢查作業 曜星被告的部分我們認為他實口否認相關的一個犯刑 我們向法院請求從中量刑 希望能夠量阻有期徒刑12年 那在等一下提供各位的那個新 剛才所提供各位的那個新聞稿中 我們有詳細述我講講 假官認定他涉嫌 直路上行為收受賄賂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新證的一個理由 請參考 好 那陽性被告的部分 他身為台塑企業總管理處的總經理 好多年 那但是呢 他實口否認本件 始終否認他主導本次的一個行賄的一個犯行 但是從相關的一個證據 以及共同證犯的一個證數 本次的一個行賄案件 確實是有他主導 我誤我 那他因為 我們認為他的一個這種行為 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向法院請求量刀 從中量刀 尤其徒刑2年 那在侯姓被告的部分 他雖然他否認 否認有行賄的犯意 但是對於行賄的客觀事實的部分 他能夠清楚的交代 所以我們認為假如他事後在審理當中 若能夠向法官自白相關的一個罪行的話 我們希望法院能審卒他的這一個表現 所以從量刀以適當自行 以利自信 好 學家您關心前海濟會董事長 鄭文燦的涉探案件 而當時歷經了簡便的三次攻防 鄭文燦也被收押 那今天桃園地檢署 他們也火速做出癥結 包含鄭文燦在內等11個人 都被依貪污等罪來起訴 而那今天他們也召開記者會 來公開有關的這個偵查的細節 那檢方這邊也說了 其實他們多次的要申請搜索鄭文燦的住家 都是碰壁的 而最後獲得同意之後 他們也在鄭文燦住家的臥舍裡面 找到兩袋裝有687.5萬元的現金 而這個現金來源不明 他們也會另案的來調查這個的資金來源 但回到貪污案 檢方這邊也說了 為什麼鄭文燦收了這個500萬的匯款之後 一年之後才會把這個款項還回去呢 那檢方這邊調查的結果是 疑似是鄭文燦知道這個料姓父子被監聽了 就怕整個的過程曝光 他不得已才把這個款項給交回 那這個行為呢 檢方也痛批鄭文燦是毫無悔意的 那對於鄭文燦的量刑到底如何呢 我們來聽一下檢方怎麼說 那鄭信被告的部分 我們認為他實口否認相關的一個犯行 我們向法院請求從眾量刑 希望能夠量除有期徒刑12年 那陽信被告的部分 他身為台塑企業總管理處的總經理有多年 那但是呢他實口否認本件 始終否認他主導本次的一個行為的一個犯行 那但是從相關的一個證據 以及共同證犯的一個證數 本次的一個行為案件 確實是由他主導 好 那個貪污案呢 其實也衍生出了一個案外案 就是這11個被告的名單裡面呢 竟然也包含了鄭文燦的尤信委任律師 因為檢方查出這個尤信委任律師呢 他是在7月6號的時候 竟然是把羈押申請書 提供給鄭文燦的私信助理來復印 而檢方也的確在這個律師事務所裡面 找到復印的印本 不過對於涉嫌泄密這一塊呢 尤信律師他是否認的 而今天鄭文燦被起訴之後 他也被移審到桃園地院這邊來開庭 我們也將持續的為您掌握